昨天跟大家說過關於香港有機會面對再一次下插 當然我不停在這裏 已經做了一整年的時間,已經一直提醒大家 賣樓了賣樓了,一年前如果你開始聽我說的話 起碼節省了10-20% 當然我都跟你們說過 我都說第一個浪,第二個浪,第三次浪,現在第四個屠生門 還在開,現在有些人的成交量比較好 如果你可以買出樓,我就恭喜你 好了,看看負資產,有些人說現在4萬,政府公佈4萬多個負資產 比上一季多了1萬多個,上一季3萬個,有些人說不是呀 他還沒計算很多數,其實應該是8萬,有些人說是10萬 我今天跟大家說 30萬 為什麼30萬負資產呢 而30萬的負資產 你又如何從中獲利 可以賺到錢呢 這個結構很重要 即是香港雖然樓價將會大崩潰 但是負資產一樣可以翻身 怎樣可以成功利用這個機會 能夠讓你自己扭轉乾坤呢,我跟你說今天要告訴大家 首先說一下這個金管局,公佈第三季 即是美金的時候這個負資產,昨天也說過了 就說40,713宗 較第二季尾30,288宗 上升了34% 離譜,一季就30多% 但你這麼升法就行了 嚇死人 中數是創了2003年第四季 六萬七千多宗以後 21年來的新高真的很恐怖 你想想 即是香港已經去到一個 谷底的情況 當然 接下來聽到資料 大家更加害怕 上面的負資產情況 縱聯行 縱聯行 這一位的 香港的主席 曾患平先生就表示 樓市一直都很差 這些是專業人員 不要經常說劉定堅 對呀,劉定堅 很多時候找一些專業人員的資料來跟大家說 那樓家將會持續向下的負資產個案 一直攀升 是正常的情況 大家記住 有一個專家跟大家這樣說 他每天都在看著樓市 不是怎麼做 香港區主席又玩東西嗎 他就說 負資產 兼我告訴你 負資產 很多人都是負家產的 即是你整天 所有身家都擺賣出去 然後你欠人的錢 多過你 那就是負家產 老闆 即是一個嬰兒剛出生 也有錢過你 他是零 你 你就是負 陰公 慘了 政府公佈 公佈負資產的數字 你並沒有計及發展商和財務公司議案 個案當然 因為財務公司的議案 他就不需要在金管局公佈 所以就收起來 當然都是很嚴重的 很老實 然後還有發展商 發展商就自己 一直賣一樓給你 他還未上會 有些是跟發展商上會 發展商當然不說 當然是 為甚麼告訴我私人的情況 所以 加加買賣 全香港 他說現在 今年 樓價跌了8% 我就說 十幾個巴仙 浪費了8% 怎麼知道 你很容易 你隨便找一間 二手樓 你買賣 即是你隔了 大半年來 神經病 哪有一間跌8% 你這樣統計下一大堆 15%叫做少 所以說 信鬼他 這些統計 估計香港實際的負資產數字 他說8萬宗 教實際 多了一倍 又說政府的數字 低估了 8萬宗的低估了 如果你說10萬 現在 勉勉強強是合理 因為很多 真的是 爆了 大家都是按住 不出聲 不出聲 我告訴你 負資產 你給他繼續供供 只要你繼續供供供 所以我跟你說 現在有另外一個 非常恐怖的事情 是什麼 樓三有多恐怖 第一 香港人現在因為還有份工 還可以撐住房子 對不對 但是 因為香港政府 和中央政府 其實他不太明白 那個情況 他不停定了 定調 扔人們來香港 那些 專才 優才 不停扔人來香港 你搞不定 你扔那麼多 香港原本一班人 大佬我們正在供樓 你不要扔那麼多 下來 你跟他爭販 會不會爭販 當然會 怎麼可能 你公司突然間多了幾個 不是香港人的 人才走下來 跟你爭 是不是 他們又勤力一點 諸如此類的 你就死得了 是不是 那麼 只有一個 一個沒有了份工 即是原本你是做會計師的 或者是做一些金融的 就是專才的 死了 現在被人炒了 你怎樣 找到那份工 可以頂得回那個 密兒密大佬 你老婆 即是立刻哭 對不對 抱著兒子 真是跳樓 真慘 千萬不要做你這個傻事 非常勸大家 絕對 任何的情況之下 不要 迷害自己的生命 或者是他人的生命 好了 這個情況 真是很糟糕的 跟你說 所以呢 但是中央政府是不知道 不理的 總是扔到人下來就對了 令到香港更加繁榮 但是那些人要賺錢 每個做生意 你想想 有多少個 國內的 新移民來香港 移居香港的 是做生意的 我真是眼見無問題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老闆 即是說了國語 大部份現在那些是專才 這樣 你就大件事 其實是跟香港人爭位置 即是原本的中資公司 可以請香港人的 現在沒有 那就糟糕了 香港那些專才人士 或者是 收入有十萬八萬的 受到威脅 好了 如果突然間沒有一份工 你是怎麼供那一層樓呢 所以這件事很嚴重 另外還有 基層又是這樣 雖然說改善了 已經每天應該一百五十個人 單程職來香港 現在一百二十個左右 但那裏都是一樣 會 逼劫到香港的勞工 所以很慘 當然 還有很多 經常說到口臭 那些 淘寶 多慘 砌那些 中小企 很多的做傢俬 也好 做的商品 也好 做的電子 也好 零售也好 死鬼了 然後不想 重擊這個 餐飲業 香港的中小企好像一路一路是 那樣 橫掃到真是死 你想想 個個都很多 背著資產的陰工 你沒有錢去供 真是 趴街 所以呢 這一大堆的香港人 將會面臨 非常非常 的嚴重的情況 以前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哎呀 沒所謂 這間房子 每一年先一百萬 多高興 香港人喜歡日本 喜歡歐洲 多高興 現在不是呀 現在每年跌一百萬 大佬 這樣就會死得了 對於政府 早前透過金管管 說放寬這個 物業 按揭貸款條件 不論是物業的價值 是不是自用 或者公司持有 或者買家 是不是手指 都是按揭乘數 一 調整到七成 這個就是 唯一 這個施政報告 有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 對香港的樓宇 這些地產業 有一點點的刺激 但實際上 都是沒有什麼 能量在這個短線 發不到 揮什麼的功效 至少暫時 你看到 賣樓的人 是這麼害怕 是不是 賣樓的人 是這麼堆 於是 大家覺得 差不多 沒有特別的 金管局就說 他調查所得的數字 僅涉及 銀行 以及 已知的 負資產的 一案 記住 這些數字 只是一案 仍欠缺了 售訪機構 那些 即是 議案 諸如此類的 地產商 全部 未包括 很多私人貸款 這些是沒有 包裹的 由於銀行 沒有客戶 做議案之下 未償還的 貸款資料 所以 不能夠知識到 究竟有多少 中付資產的 貸款 情況就說 政府想不想知道 你要去 財仔有排 是不是 你去查他 不行 你叫他 把資料都拿出來 是不是 大政府 不要啦 這麼尷尬 不要啦 大佬 數字不斷加進去 不要啦 現在加了一萬宗 一季 還不夠嗎 你加多三萬宗 死人啊 不要啦 你知政府 這些當然 於是 沒有呀 拿不到呀 他又拿不到呀 曾先生就說 今年七月 亦都提過 什麼呢 他說 預計未來 香港的負資產 數字 將會 進一步攀升 鄭先生的專業人才 真是厲害了 是不是 這些真是勁抽 一看就看到 跟我一樣 負資產一兩星呀 老闆 哎呀 慘了 但是怎樣可以在這 升那裡賺錢 一會兒跟大家研究一下 好 當時他說 香港的住宅市場 下半年將會下跌10% 哇 離譜了 我說20% 他竟然說是10% 哇 我們計劃不止 10% 他在說嗎 大哥 你看看我的統計 也有報道 這間樓梯看到 有這個正式的數字 11% 不過沒有人發 曾先生 代表那麼大公司 盡量 撐著撐著撐著 不要表現得那麼差 而香港的負資產個案 去預計 終於突破10萬宗 這個是專門人士說的 曾煥平先生 所以大家不要去 質疑曾先生 曾先生 很有專業的能力 所以大家記住 今年年底 預計 這個 香港負資產 10萬宗 我就說 面向30萬宗 為什麼呢 稍後跟大家 再說清楚 好了 當時他又說 樓市正在 水深火熱的情況 是啊 之前也說過 G2000 馬田北辰說 我們現在相繼水深火熱 你還想怎樣 沒錯 現在樓市又水深火熱 零售又水深火熱 哎呀 真是好在 我在英國也有些 凍凍的 我不水深火熱 大家 記住在香港的水深火熱 稍後我告訴你 怎樣在水深火熱 嘩 賺錢 這樣就行 水深火熱 理他 呼籲政府 應該成立 專責的小組 評估樓市的風險水平 糟了 評估了又怎樣 評估了 借錢給你們 不用還 並制定措施以降低風險 這些說是容易 大哥 你回去制定一下 吹屍 他叫他降低風險 說吧大哥 就是要拿政府的錢出來 大哥又多少錢 又指美國 減息0.25 或者0.5 基點去香港 根本就不會有任何影響 這位 真是 專家就告訴你 我說了 哎呀 你要減少少的 息 有鬼用嗎 是不是 現實上沒有人想要你香港那麼貴的樓 不是不想買你香港的樓 貴呀大哥 是不是 因為香港加息的部分 並不是跟隨美國 可見 減息的部分 也不會跟隨 是的 你加減息 不一定跟到貼的 是的 現在你熱錢走 不關你的事 所以 沒有問題 除非美國進入 瘋狂減息的年代 香港才會見到 減息的儲光 說什麼 現在的 現在的經濟是刺熱 是不是 Intel剛剛公布完業績 蘋果那些 哎呀 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好 這些大公司 科技公司 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天都是這樣 一路財源 一路的業績越來越好 總之就越來越好 經濟越來越好 你又想它跌 你又很難 經濟越來好 怎麼減息 大佬 玩啊 是不是 越來越刺 讓它 刺激 瘋 所以暫時在那個 眼睛見到 整個經濟 就很難有 獲得這個 美國減息的機會 於是乎 大家就慘了 盡量聯行還說 下半年 就會再跌10% 這個樓價 即是樓價會在高位 他就說跌30% 我就跟你說 現在都串了 30% 浪費了 現在是跌到 30%多 所以今年之內 肯定是從高位 跌了起碼 40%至45% 哪有30% 那麼好啊 這隻 這個跌幅並不是穩定的 而是一個可以比美 1997年的跌勢 97、98年的時候 跌到媽媽不認得 跌到六成 而樓價進一步下跌 是會影響 政府北部 都回區的發展界 還有鬼人 買地嗎 他手上的地都 蓋不完 都不敢蓋 剛剛全部項目拖慢 都沒有人買 慘了 發展商在目前的樓價下跌 息口高期 建築成本高 不可攀的情況之下 根本就不會有興趣投地 他說 那當然啦 大哥 你現在投地 把鬼嗎 我又要付地價 又要蓋 蓋不出來 原來市面更便宜 是不是玩呀 大哥 即是我成本 7000元呎 他現在在賣5000元呎 是不是玩呀 多了2000元呎 那怎樣賣呀 拿個頭去被人砍呀 支線 於是當然沒有興趣 你看到最近賣地 都是 跌一兩間 華貿出一下 新鴻基地出一下 跌跌跌跌跌跌 這樣做 所以 很難搞呀 難怪建築 地盤 這些人又說失業 然後有一大堆 建築公司 又說 欠了錢 欠了二判 又欠了三判 哎呀 總之不斷欠錢 陰功 香港就變了欠錢的基地 為什麼 因為負資產 好 所以說 你這樣搞 要開這個北部都匯區 送了地給他也不行呀 真是計建築費呀 那政府不是很著數嗎 還給你地 這個政府還有什麼 沒有啦 原來地不是資產來的 哎呀 玩完了就死了 他認為樓價 每再跌1% 負資產會增加5千宗 哇這個就是很恐怖的情況 跌1% 就多5千個 負資產 如果樓價 再跌10% 哇 負資產 到達10萬單呀 這個就是 今年 他們整個的 就是 那個的 推測就是這樣 另外當然 中原 施永青先生要說的話 施先生說 樓價再跌1% 他說 他說業主淪為負資產的時候 還怎麼會有能力出去消費買東西呀 當然啦 負資產真是 陰功 你負啦你 你現在 是 少過零呀 你 你用走去買東西 還先借未來錢 越來越負得多 怎麼會拿錢去買呀 投資呀 買東西呀 浪費呀 那就是越來越負得多 死不死得了 動一點你就掛得了 你買股票呀 投資呀 省一點 預計普遍市民的消費力 當然是大大減弱呀 就算不想消費也沒有錢 所以 施永青建議政府 除了為樓市錢辣之外 他說要為樓市加甜 都不知道為什麼加甜 就積極點啦 買樓送錢呀 是不是這樣 加甜 每次地線 現在怕他 不夠死呀 施永青 叫政府 總之你放些錢下去啦 加甜料啦 施永青永遠做這個地產經紀 就是這樣 總之 你搞回旺的事啦 升到 間間扭到二三萬元一尺啦 這樣就香港最好了 這樣就最好了 救呀救呀 傻傻地 金管局公佈第三季尾 這個負資產 就已經說了 好了 這個激增的數字 是很恐怖的 那麼 直至九月底的負資產 個案佔整體的住宅 中數 如果用這個 金管局的數字 40,713 來計算呢 即是說是佔了住宅 按揭的貸款比率 即是中數的比率 是6.89% 即是100個 即是這樣的按揭就有6.89個 是負資產來的 你說不是很緊要 未常運貸款就是2000多億啦 那好吧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說 喂 由4萬宗變成我們 Expect的年底 變成說 起碼10萬宗 加上這些議案 在那些地產公司裏面 借錢給那些 原來有10萬宗 那怎麼辦呢 即是急增了2.46倍 即是說 在10萬個 負資產的個案裏面 你算一算給你看 你都記得幾害怕 即是原本公佈是 2075.1億 欠了 這個貸款方 就急升到 5100多億 哇 好恐怖啊 真是大哥 不行 而呢 原本佔了這個 住宅按揭的 款項 貸款的 比率 就是你知道 原本呢 就是以 個案來計 8.89%負責 負資產的比例 但是如果以錢來計 其實是11.06% 即是越借得多錢 越有機會變成負資產 慘了 急升 因為如果計算錢的話 如果10萬宗 會怎樣 會急升到27.2% 哇 糟了 即是說呢 到了今年的年尾 甚至乎現在 有些人都認為 不止了 現在哪是8萬 現在是10萬 即是每四個 香港樓宇的業主 將近屋按揭了給銀行 或者是 財務公司等等 這些業主 每四個就有一個是負資產 帶走負資產的行列 渣死就死得了 大佬 超過一個 即是 整個香港 你的業主 整個債人 例如1000個業主 哇大佬有270多個業主 是負資產來的 你死不死 真是 真是死得了 香港呢 將會有27% 因為你是負資產 就是徹底失去購買力 你還買什麼呀 大佬 你生存到5億的了 你是負 衰果 剛出生的嬰兒 陰不陰功 如果樓價一直升不上的話 這10萬個家庭 將會以後 哎呀慘了 以10年計10年 20年30年 沒有好日子過了 陰功 日日你都是負 背著那個大重擔 你都沒有怎麼走 陰功 不好失業 一失業 哇你慘了 供不到一層樓 即是 銀行肯定會收樓 收樓之後再告你 破產 啊 歪完了 那就撕得了 哎呀 以後可以慢慢 等上供屋 另外一個世界了 老闆 好了 那麼 如果產生這個 10萬的負資產的話 由於是這個 香港的樓價會 急劇下跌 將會是一個 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絕大多數的 負資產的人 很肯定 即是我的題目 這麼說 負資產 它兼且將它變成 負家產 因為呢 你 計算了所有的現金 和資產 根本 還不到給銀行 那你就是 負家產 那 那麼 更多人拿公圓 到時會 那麼倒極 好了 那你 想一下 就是說 三 如果我說 劉先生 那都是10萬個負資產 怎麼會去到你所說 30萬個負資產 好 我們先看一看圖 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呢 是之前曾經 跟大家研究過的 就說香港 在2024年 1月的時候 平均的樓宇的赤價 是一萬三千多元 而深圳 就是五千多元 記住 香港現在就是要吹向大灣區一體化 即是說呢 我們的樓價 都是要吹向大灣區 這個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我們不說 就是 跟廣州或者珠海那麼誇張 我們說 跌到跟深圳差不多 很多大陸人呢 其實你想一下 他們都說 跟深圳差不多 香港樓宇的樓宇 他們真的用深圳去對比香港 好了 我們就看 深圳現在呢 以港幣計算是 5089元到一平方斤 而香港呢 在1月的時候 一萬三千多 我當它現在一萬二千多 好了 一萬二千多 如果你要 埋近這個深圳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要 低一般 合理了吧 好了 在這個一萬三千多 或者一萬二千多 跌一半 那就是六千多 六千多其實 還是比深圳 貴的 即是你五千 和六千 那你就說 差不多了 深圳和香港 差 左右五分一 到二十多個percent 都有機會的 那麼香港還是 在前面 你大灣區化嘛 於是乎 我經常說一件事 就說 因為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 香港的樓價 再跌一半 是合理的 這樣才是 近這個大灣區 那麼大家的生活圈子 生活情況 就近了 好了 如果香港這個樓價 根據我的統計 我就說 將會在三年之內 再跌一半 好了 再跌一半 就即是 即是 即是怎樣 剛才說樓價 再跌一的percent 這個負資產 就會增加 五千個 對不對 好了 樓價再跌 五十個percent 即是負資產 將會增加 二十五萬個 對不對 五千 就乘回五十 就是二十五萬 好了 跟著呢 原本呢 有四萬多個 二十五萬個 再加四萬多個 即是二十九萬個 差不多啦 即是三十萬個 三十萬個 即是現在大家計到 如果香港樓價 再跌一半 叮叮 那就是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香港的樓價 會吹向 大灣區化 你說 當然有些人說 大灣區都會升 別指望 大灣區升什麼 深圳隔壁 廣州三千多 三千零多 大哥 再跟著珠海 珠海二千八百多 再跟著東莞二千六百多 還有下面跌 大佬 下面大把樓 對不對 就是要你想想 你自己 我原本住在廣州 是鬼蛋 住在珠海 有什麼分別 住在珠海 走過隔壁東莞 有什麼太大分別 東莞 我過來隔壁佛山 有什麼分別 沒什麼太大分別 是啊 每一個位都是這樣 是啊 我那個女兒 我以前 那個女兒 就是我拍戲 在大陸 在惠州 附近那時候 他真是呀 看到一間樓 十萬元左右 他說我都想買一間 他說爸爸我都想買一間 他有錢啦 大哥 他有幾筆東西 對不對 他說我想買一間 我說你賣還沒有 這裡你不會來的 他說 有間樓啊自己 幾萬元 沒所謂啦 喂真是這樣的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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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左右一呎 真是嚇死人啊大哥 小小有一個房 是啊 笑死我真是 你想一下 這個香港的情況 現在 一萬二千幾萬三元一呎平均 衝一下跌下去 還壓住這個深圳 跌一半 好合理呀老闆 首先你看一下 以現在香港的情況 你自己想一下 三年 跌一半 合不合理 甚至乎有些人說 怎止啊 劉三鑑 不止跌一半呀 哇 這就大件事了 好啦 三十 萬個負資產 就會因為 香港的樓價 再跌一半 而 結果是形成的 記住記住一件事 如果你 去想一件事的時候 首先要記住 這一個呢 發生呢 是很合理的 因為 它還是 吹著深圳的 而香港 如果你是 認同 因為呢 其實包括 就是 恆龍 退休主席陈啟宗先生 他都说得很清楚 他说香港应该 楼价和大湾区 是贴近的 趋向同一个 level的合理 他已经说大湾区了 我们都不敢说大湾区 只是说深枕而已 说最贵的那个 算了不要说那么远了 吓人了 你想想 那里再跌了一半 跌到六千的时候 再跌一半三千 那就是广州了 那就是广州了 对不对 一半再一半 不要了 我稍后告诉你 我有计划跟大家说 好了 于是乎先说六千 那差不多了 于是乎你想想 那时候将香港 就会有大约 三十万个负资产 就是我的剃图这样 合理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你首先信不信 在现在这个状态之后 香港的楼价再跌一半 因为隔离的深圳 是将会和香港差不多 那个楼价 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所以香港人 就去深圳那边买菜 去旅行 北上等的东西 对了 大家一路沟通了 因为你看看 2046之后 其实这条边界 应该就会离开的了 还搞什么呀边界 深圳和香港 一体化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于是乎 你的楼价又怎么会不一体化 对不对 融毁了你 所以你看看 再过这几年的时间 就会慢慢一路推向 你真是使得到20年之后 没有了 我跟你说 所以你要记住 如果你相信 陈启宗 你相信 刘定堅 你认为香港会是 楼价 物价一路趋向 和深圳差不多 你现在去吃饭 其实那个价格 都不会差太远 深圳对不对 如果某些情况 好了 那你想想 黏在一起 都一样 楼价都会是这样 所以你记住 香港现在的楼价 在骗你的 跟你说 跌跌跌跌下去 大约6千元一呎 合理了 于是乎 香港将会有 30万人 变成负资产 这个就是现实 当然 政府不会告诉你 它永远掩着 一些数字 免得叫你太害怕 但这是现实 你看一看 你香港的赤价 实在太高 不合理 这件事 你一定会一路一路跌下来 所以陈启宗 这些当然明白 告诉大家 要做好准备 他又说了一句 你不相信这件事 你的生活将会很痛苦 他是这样说 是啊 因为你不相信 你就会输 很简单 你相信 前几个月你卖了 你现在省下钱 你现在都赚多了 所以 所以你相信 就信者得救了 你不相信 你就会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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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 九市之中 即是我们其他见到 九个城市 即是深圳 郑州 珠海 大堆这样 最多就是深圳 五千元左右 港币一尺 差不多 在香港人的政外順便都是這樣 假設香港要跑贏才有這種情況 如果跑輸還會死 只剩下4000元左右 這樣就更大了 不要緊 香港人努力點跑上來 那怎樣可以賺到錢呢 我告訴你 有時候不用太過悲哀 你可以用力 例如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喂 不用啊 不如吃鬼了 不用那麼緊張 為什麼呢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早點賣了 如果再跌一半 我估計我以前賣了的價錢 即是跌到七八十個巴仙 即是我賣了價錢 跌到七十多個巴仙 嘩 這樣就另一回事 怎樣呢 首先你計算現在 如果現在再跌一半 你三年左右再跌一半 即是美孚新村現在是11000元左右一呎 即是你會跌到5500元一呎 太古城 現在平均 即是跌到7000元左右一呎 日出康城 現在是12000元一呎 即是跌到6000元一呎 你計算一下 即是嘉湖山莊 更過癮 7800多元一呎 平均 即是三千九四千元就有一呎 這樣 沙田第一成 最好不要買太舊 但不要緊 我告訴大家 一萬二千四百十元一呎 現在平均 即是6200元一呎 當然有些更加精彩 Blue Coast 現在賣 11000元一呎 將會跌到剩下 如果跌一半 天晒天 就12000元 嘩 是不是見到數字 流口水 好開心 那怎樣應對 很簡單 好像我們這樣 即是利息早些賣 這樣你就套了現金 接著拿現金收息 這樣生活 沒所謂的 去哪裏都可以 我都經常和你們這樣說 好了 到真是跌到剩下一半 這樣是無所謂的 到時看定你入市 對不對 那你計一計 即是說 你到年紀差不多了 但又想住在香港 廢鬼事 到處走 那時候香港都不錯 於是乎怎樣呢 日出康城 找個三百呎的實用 OK 你兩個老人家 或者你一個也好 兩個也好 不要緊 三百呎實用面積 算多好的 不用那麼麻煩 你想大一點 你廢回大陸 這樣 這樣 你就用當時的價錢 一半 即是 六千元尺 剛才我們說了 一百八十萬 即是他現在一百二元尺 跌到六千元 你沒有以為很難 我跟你說 跌下跌下就到了 這樣 你計一計 你就會一百八十萬 買到一個三百萬的 日出康城 三百呎的日出康城 哇 十個巴仙首期 十八萬 十八萬 給它 賣一間房子也有六七百萬 香港隨便 一間房子也有六七百萬 好了 十八萬 然後供九成 一百六十二萬 即是月供 七千八百五十一元 哇 開心了 是不是先 三十年了 四點一二五來 當你不減息 這樣 月供都是七千多元 好過住酒店 老闆 是不是先 那你住回香港 現在 兩回事 是不是先 所以呢 只要你懂得 在高位那裏放了先 跟著呢 拿著那些錢 游下 然後游下 這樣 跟著回來看看 咦 塌了呀 買回來 就OK了 所以看看你怎樣去面對這件事 當你 Sure 會知道 即是無論任何的這些專家 啊 陳啟宗都說 喂 一定是香港樓家 吹向這個的 即是大灣區的了 不用太久的 香港人很快就推到去 於是乎有三十萬個 負資產 頂貴在那嗎 金管局那時候 就得頭了 好啦 於是乎呢 你就慢慢 看看有什麼好的損盤 大把啦 那時候 那些一手的 賣不出貨尾 十萬個 是不是先 即是不要再說 喂 再有機會呢 就看看那些居屋 你夠資格的話 申請啦 有什麼所謂 他還打個七折 啊七折 那就是 百二三萬左右 你就買到個三百多尺 那就開心啦 是不是先 那就夠夠奇奇 一個月高五千元左右 真是好過租啦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買樓租給人的那些 就趴街啦 所以你要叫一下 你就明白 如果你在某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高賣 低賣回的 你既然現在 誰人都知道 香港的樓價 會一直倒下去的啦 對不對 你救不回的了 就算你說很多大陸人來 他都救不到樓市的 大把樓在建 是不是 於是乎 你當然是先走人 走走了 哦 我們有些網友都是這樣 哎呀 就是聽了樓先生說 然後快快去吹吹 哎呀 走掉了 恭喜恭喜恭喜 然後呢 我都說 好我當輸了 當輸了 就算了 如果你都說要害怕 同時就買回一些 收容機股票 沒所謂的 你就是 賺回多少在那裏 就補回一條數 你又不是的 那你只等的 又可以 因為呢 這個世紀 大家就知道 香港一直是這樣想下去 你沒有能力可以阻得到的了 一定是跌的了 你現在香港是全世界的尺數是最貴的 沒有可能存在的 是不是 你又沒有這個 國際金融城市 這個能量在那裏 跟著你高科技有很長時間 哎呀 看都看不到啊 現在 所以呢 快快脆脆 有機會 賣得到好賣 有些傻傻的 盲中中的 沒有聽過你的節目 不走去買了 幫你買了 恭喜你啦 拿了你的錢 跟著又怎樣了 就算我都說 好了好了好了 你真的不斷升了 唉 我賺不到這個錢 算了 都不上一年多了 是不是 休息了 起碼不用怕 大佬跳跳 樓價這樣升 下跌下跌下跌 嚇死你了 但是當然了 暫時沒有一個專家說 香港樓宇會一定升的 真是犯法夢了 有施永青話了 他自己又不買了 他肯定要把身家拿出來 買的 現在買一棟 這樣叫他 浪費了 好了 記住啊 三十萬負資產 負資產兼負家產 大家小心點 一樣可以賺錢的 只不過是要 先賣後買 這樣就可以了 我到時都回香港想想 大佬 咦 可以啊 買一間居屋也好 買一間日出康城也好 好名啊 百多萬 光顧一下 大家做鄰居 有什麼所謂 香港又可以兩元乘車 開心啊 享受一下 多謝 記住點讚和訂閱 謝謝 拜拜